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幸福到万家定档,央视播出无望,两大卫视同播令人期待 人世间在央视播完后,很多网友都在讨论会有哪一部剧接档 其中呼声最高的是幸福到万家,该剧由郑小龙指导,赵丽颖,罗靖,刘薇等人主演 是一部关于农村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讲述的是和幸福赵丽颖饰演在事业,婚姻,亲情考验中成长的故事 幸福到万家杀青已经一年多,此前已经发布预告,增入选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扶持项目 观众对这部剧十分期待,所以什么时候播出,在什么频道播成了观众最关心的话题 此前央视多次宣传幸福到家,因此很多观众认为这部剧会在央视播出 3月7日,该剧出品方发布了导演郑小龙的专访文章 文中除了探讨该剧的主题外,也间接回应了网友关心的问题 郑小龙谈到幸福到万家现在正处于紧张的后期制作中 本来计划与央视合作,但因为早已签约了两家卫视 后期协调也没有成功,对此深表遗憾 到此,幸福到万家在央视播出无望了 在制作过程中,有网友透露这部剧已经签约了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 在结合郑小龙导演的采访,这部剧其实已经定档 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同步播出 对于郑小龙的回应,网友并不感到失望,反而更加期待了 纷纷表示不管在哪播都行,只希望能早点看到 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选择的电视剧质量还是靠谱的 加之郑小龙的一句话也给网友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表示,幸福到万家剧情足够真实 从近年来播出的电视剧来看 那些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已经慢慢不再是甜宠剧 仙侠剧了,这类剧情年轻人都喜欢 但观众的欣赏水平也在提高,心态也在发生变化 真实的现实题材更加吸引观众 从山海情,觉醒年代,到人世间 每部剧的火爆都和现实脱布了关系 正如郑小龙所说的那样 任何题材都能讲好故事,真实才能吸引观众 现在已经不是神剧乱飞的时代了 幸福到万家为什么会令观众如此期待呢?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郑小龙导演的水平很高 郑小龙指导过的爆款电视剧很多 如《甄嬛传》、《金婚》、《芈月传》、《红高粱》等 每部剧都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最擅长的就是写实 以小见大、注重细节、细微之处见真章 每个细节都经得住推敲 其次,罗靖和赵丽颖的吸引力 罗靖和赵丽颖都是很有实力的演员 演技一直是网友和粉丝们公认的 罗靖此前和孙力合作的《安家大火》 之后也接触了现实题材剧《江山如此多交》 有了现实题材的经验 在幸福到万家中的表现也应该不会差 赵丽颖就不用说了 她出演的电视剧 收视率完全不用担心 从陆珍传奇开始 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就一路火爆 花千古、楚桥传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每个角色都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凭着这些电视剧 赵丽颖多次获奖 现在赵丽颖的角色也在向现实靠近 此前在《理想照耀中国》中的角色 也深受观众喜欢 赵丽颖本就是农村出身 对于农村生活细节很熟悉 《幸福到万家》中赵丽颖饰演的和幸福 叙述了一位农村女孩成长的故事 加上此前有现实题材角色的演艺经历 对她来说应该轻车熟路 《幸福到万家》的剧情和人世间一样 都属于现实题材 剧情接地气又真实 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同时 还引人思考 关于农村的电视剧表面上看并不高大上 但剧情很真实 在填宠剧 偶像剧到处夺人眼球的时候 低调有内涵的现实题材往往更能打动人心 你喜欢现实题材剧吗 对于《幸福到万家》这部电视剧期待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欧留言讨论 赵丽颖堪称圆脸绑发母版 韩戏半扎发修是脸型 手残档也可以绑 要说桂圈圆脸女明星的代表 首推赵丽颖 比起大众印象中圆脸容易给人吐气的感觉 她标志性的小圆脸却打破了这个认定 不仅给了她由内而外的女人味 整个人在不断的试错中 也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时髦风格 特别是在时尚领域 虽然一开始也走了不少弯路 但产后复出之后 整个人气质大变 多了份手女的气场 如今在出席活动和红毯的她 真是让人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优雅大气 果然是红气养人啊 而在发型方面 她本人更是堪称圆脸的绑发母版 各种发型都能hold住 像这种可爱的双丸子头 衬得她俏皮可爱 一点也看不出是生过孩子的人 还有这款半扎的公主头 立刻从少女变成了温柔可人的姐姐 在搭配蝴蝶结发誓 整体的发型立刻有了亮点 温婉中流露出浓浓的女人味 而把半扎的公主头 换成半扎高马尾 又立刻显得活泼减零了许多 搭配卷发 真的好少女好元气 这发亮真是让人狠狠的羡慕了 跟赵丽颖一样的圆脸集美看过来 想要跟颖宝一样发型百变 不妨学学博主今天带来的几款简单的圆脸绑发 含细半扎发 精致的辫子丸子头等等 不仅随性 还可以偷偷修饰脸型 而且这几款绑发绝对是手残也适用的简单版 快来好好学一下吧 一、含细半扎公主头 先分出刘海的部分 可以抓出比较自然的梁即可 多出的碎发可以先跟着上半部的侧边头发一起抓起来 稍微用手梳整齐后 向后扭转成衣术 接着用夹子固定在后面 另外一边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扭转 接着两边的头发一起用橡皮筋或发圈绑在后面 也可以直接用鲨鱼夹固定 简单的半扎发就完成了 这款发型可以说的稍微整齐一点 会更有正视感 但如果再将碎发抓出来一点 两侧也抓棚 或是用卷发棒做出卷度 其实会很随性 二、侧扎发 这款发型对圆脸来说有很好的修饰效果 可以在视觉上拉长脸型 首先在头顶稍微这一点的位置随意抓起一部分头发 之后往上抓起 并用橡皮筋发圈绑起固定 之后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蓬松度 也可以再加上发夹 简单的侧扎发就完成了 这款发型相对来说就显得比较青春减零 搭配卷度的话更加元气满满 也很适合搭配八字刘海 可以拉长脸型的比例 三、辫子双丸子头 首先取一束头发用橡皮筋扎起 接着从中间穿过去 之后再将发束加入下面的头发后绑起 同样再从中间穿过 重复步骤约三次后 绑到约耳朵的位置 绑到耳朵位置之后 可以将头发用橡皮筋全部绑起 绕紧最后一圈时将头发反折 做出丸子头的形状 另外一边也用同样方式完成 调整一下 抓出碎发后就完成了 这款发型其实是用边发做出类似辫子的感觉 也是一款非常简灵的发型模板 四、辫子低马尾 先从头顶抓出两股头发 将两股头发扭转成一束 往下扭转时都加入一点下面的头发 直到扭转到约耳朵位置就可以直接绑起 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步骤 两边都绑起之后 再将两边往后收紧 用发圈固定 这是一款比较有造型感的辫子马尾 既可以正式 抓出碎发 调整蓬松感的话 也可以有随性氛围 而且绑起来很简单 手残挡必学 五、无弓变盘发 在头顶取出一束头发后绑三股变 往下每一股都加入下面的头发 变成贴在头皮上的那种无弓变 直到将耳下头发全部绑成变子 接着另外一边也以同样的绑出无弓变 其实这样也是一款发型 显得青春减零 很有运动风拳击变的感觉 再将两条辫子分别向后 往反方向绕 接着用小黑夹固定变成盘发 这款盘发比较温柔浪漫一点 也可以再搭配发夹 发带等增加造型感 不易凌乱 赵丽颖能这么火步是没有原因的 赵丽颖拍戏有多敬业 2017年之否开拍时 赵丽颖有一场跳海的戏 当时正值凌冽的寒冬 尽管导演多次提议赵丽颖用替身完成 但为了画面的真实感 不让观众出席 赵丽颖坚持自己上场完成 导演说开始之后 他就马上跳下海里 如此反复几次终于上岸 工作人员赶紧拿来干毛巾 但是他顾不上擦干马上跑到导演面前问 导演 怎么样 还可以吗 要不要我再拍一条 导演也是被他的这股精神感动接连说 不用了不用了 双影号 还有一次是他拍下公锁成乡时有场骑马的戏份 没有练过骑马的赵丽颖说上就上 为了达到更加满意的效果 赵丽颖一条又一条的重拍 也是在这部戏里赵丽颖从马背上多次摔下 导致腰部受伤 还留下了疤痕 至今都没有完全恢复 拍摄楚桥船时在30多度的沙漠拍打抖戏时 被对手演员直接拖着他 在沙漠里滚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一年365天他几乎360天都在恒电拍戏 事业心极强 尽管拍摄条件再艰苦 他也从来没有喊过泪 因为他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工作 自己就是靠着这个作品吃饭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敬业的态度 让赵丽颖在剧组里从来没有差评 他的作品也几乎都是收视率的保证 所以说做赵丽颖的演员粉 真的可以放心 因为他永远可以给你无限的惊喜 感谢观看